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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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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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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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想法挺重要的 因为一般的人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好的 谢谢 来自印度的陈爱龙 印度的建筑有很多有名的建筑啊 太极林 是的 大部分人都认识那个印度的太极林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二十一世纪的太极林是什么 是什么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太极林 这是剧院吧 这是一个梁花寺庙 寺庙啊 对 建筑师他是一个伊朗人 伊朗的 他来到印度 专门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就是跟老百姓聊 这个老百姓里面一个人 他说你为什么不考虑那个梁花 他去了这个参观印度的各个地方 他就看到了 哪里去都有梁花 然后就考虑了很多 最后他就确定就做这个作品 这是一个很漂亮 这个代表社交和平 其实每一年大概是四百万游客 他们去参观这个寺庙 不同的服饰 不同的国籍 他们可以去这个寺庙 寺庙里没有什么雕塑 没有什么上帝的什么照片 他就是可以去哪儿 就是去看建筑去了 就是去看房子去了 他能感觉到一个精神 一个社交和平的精神 一个是我们全世界 是一种的团结的感觉 和平的感觉 王硕先生一再点头 有同感 因为我发现这个嘉宾 其实很多嘉宾都说到了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讲到的精神 而且他们显然并没有太多的 讨论一个建筑的形状 其实一般大家会讨论说 一个建筑是什么形状 外观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真正到了建筑那里的时候 体会到的 就是一种那个地方的 产生的一种精神和气氛 他直接就不需要任何语言 他直接就击中你 他会让你感动 他会让你震动 或者说你没有感觉 也完全可以 这个是最基本 这个对人的影响特别大 我们知道 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甚至自己都不自觉地就被它影响 什么样的建筑是好建筑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建筑很奇怪的形状 它是一个刺激 但刺激完了之后就没有 王树先生 您做建筑这么多年 您看一座建筑能看到什么 我更关心的实际上是 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到那个地方 完了之后 他实际上现场给我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尤其是我比较偏向于那种宁静的安静的感受 对这一类的感受 我就特别的在意 对太刺激的东西 我不太有兴趣 因为刺激和这种感觉是两样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建筑很奇怪的形状 它是一个刺激 轰一下打中你 但刺激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我喜欢那种感受是 你会愿意在那待很久 你会甚至会坐下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走了 我就体会它 你看大屏幕上现在表现的 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把一个博物馆做成这个样子呢 当年这个想法是如何生发出来的 其实这个博物馆非常的难做 为什么我们建惯了 一个地方完全被推平了 是一块平地 这个平地的四面八方都被推平了 它和原有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和山也没有关系 它和水也没有关系 它是一块空地 非常的巨大 那这个地方是准备造一个新的CBD的 围绕它的周边 就是新的CBD 他们叫做小曼哈顿 那么留了中心这一块 要就这个博物馆 这个CBD还没有建造 这时候我就要想象 在这样一块地方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博物馆 来强调这个地方 它自己原来文化的那种脉络 那种精神 另外一个我做这个的时候 当时我们做方案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就做了调查 这个地方 30个非常美丽的村落 已经拆的还剩下29个半 就是拆掉了29个半 还剩半个 还剩半个 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几乎没有回忆的地方 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建筑来重新塑造它 简单的去模仿中国的传统建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一个三万平方米的单体 你套不上任何传统中国建筑的形式 所以后来我做了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它带有某种含义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博物馆不高 我有一控制它的高度 我想和将来要出现的那种高层建筑 形成一个对比和对话 你已经知道了将来旁边会是被玻璃幕墙 对有一百栋至少高过一百米的建筑要在周围出现 这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有意的选择了一个不高的高度 我控制在24米之下 完了之后我做了一个暗示 就这个建筑的底层平面是个简单的长方形 但它朝上生长的时候 这个建筑就开始开裂 如果说下面是非常统一的 上面就开始自由 就它开始出现一种自由开裂的状态 完了这种开裂的方式又隐隐约约的 像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上 对于山体表达的那个方式 但它又是几何形的 那么它又有点像建筑 它是一个 几者之间 似与不似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抽象的玩味 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的材料的选择 所有的这上面的砖瓦 都是在这个地区被拆毁的村落 我们做的收集 就地取材 对 就是废墟上收回来的材料 我就说要把所有的回忆要收藏在这里 因为这是博物馆 它就是用来收藏时间 收藏回忆的 把砖把片也都收藏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要从前走的 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材料 就是混凝土 就是现代的材料 但是我没有简单的使用 我自己试验了一种 用毛竹做模板来胶住混凝土 让人工的现代的材料 带有那种自然的感觉 这样的话这两个东西之间就可以对换了 那这张是非常典型的 下段是这个砖瓦的混合的气柱 上面是这个混凝土 但是用竹子做一模板来胶住的 你就可以看到它超越了这两个对立的东西 这个不光在外形上 在技术上也都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考验 您刚才说这个想法 在一个比较方正的 一个长条的长方形体上 做一个开裂 这来表达什么呢 其实它有的时候和我一些以前的旅行有关 我在表达就是说我们看待一个事物不同的角度 之后你后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试图传达这个东西 我印象很深 我大概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我在山西一个人背包 过丰陵渡黄河 搭了一辆运煤的卡车向西安走去 在半路上我突然看见远处的山顶上 有一个山漏出来 非常的奇怪 是炸开的 我问司机 我说那是什么山 他说那是西越华山 完了我说停车 我下去 我上去 你就爬上去了 一个人 我就一个人爬上去 爬上去把山上所有最危险的地方爬了一个遍 完了之后我就回来再想 在那个山那永远看不到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是我在几十公里之外 看见 所以这个华山同样这个东西在不同的角度 你看见完全不同的形状 所以走到宁波博物馆里面 我们也看不到开列 只有你在他跟他有一定距离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 是 你走上去之后 你以为在一个峡谷之中 或者是在一个古村落或者古城之中 是有这种感觉 四山四城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建筑留住什么 我觉得它一个是留住什么 再一个是把一种精神能够重新的在这里塑造出来 一个是留住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的生活建筑材料 所有的这种气息的回忆 留住 另外一个通过这种重新的塑造 把我们淡忘的东西唤醒 比如说我们对这种 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形态 这是中国文化最擅长的 就在介于人工和自然之间 我们的大量的创造 这样的东西 它的那种潜力和能量 甚至可能更专业的人 会有人会看到说 这个好像像是宋代的建筑 有人就会说这句话 因为它的那个气息 确实是从宋代的山水绘画里获得的 这个做博物馆 对 我当时我特别喜爱的一个就是 南宋北宋之间有著名的画家叫做李唐 他画过一张万鹤松丰图 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非常著名的一张图 和这个西山行旅图 我们背景上有西山行旅图 和它是提名的这样的一张图 您刚才说到了 说这个希望能够把 人们过去的那种生活留住 这是否就是您一直强调的 建筑里的时间的概念 一个是时间 再一个我觉得一个文化 它都是有根源的 它是一个生命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切断 切断的话 我经常说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根源切断的话 我们失去了过去 我们就会失去未来 我们就不知道未来 像该上哪里去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这位先生说 加拿大的 因为那是他 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文化的根源 哪怕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东西要带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建筑的这种重要性 它的文化的根基 是靠这个东西搬去的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 如何让我们自己文化的根不断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从自然里学来的 我们在自然当中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完了之后人用一种方法把它做出来 你在自然当中并不能简单看到直接的对物 这是人又创造了一层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文明最厉害的地方 就他不断地向自然学习 完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觉得刚才特别有意思 嘉宾说的时候 包括这个非洲的女孩说 他就说明这个建筑的感觉 当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光关于中国传统不错 但是他居然超越了中国传统 向到埃及去了 这个我觉得也很有兴趣 这个你没想到是吧 说明这个不同的文明 当它积累到一定的厚度的时候 有些东西绝对是互相可以理解的 谁是王树眼中的建筑大师 我当时一看我就说这就是大师 我不知道这个大师是谁 他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在建筑当中 您刚才提到了 看一个建筑 您特别注重 它是否跟中国传统的 这个制作的工艺 或者说咱们讲 叫英帝制宜相结合 那么在您的眼中 一座好的建筑 它应当包含几个因素 以中国文化的这个标准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个东西是要有的 一个是这个建筑 我们称之为它在自然中的位置 在自然中的位置 对 你这个建筑是在哪里的 你的位置在哪里 第二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山水 也就是这个建筑 它要自己能重新构成一个小的自然 所以它一定会对一个地方的环境 形成某种整理和感念 它不是简单的顺应自然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呢 就是天然 就它这个状态应该达到某种天然的程度 好不好 就我们中国我觉得叫道法自然 它最高的审美原则就是道法自然 你是不是有这个 第四个我觉得是人工 人工是指着人的痕迹 在上面是怎么表达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称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节约 这个是 这个图片其实是在江南这一带 随数可见 任何一个街角随数可见 但是我拍是拍在浙江的海宁 你可以看到这个材料 对吧 它是土和砖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这个房子在讲话呢 在说话呢 你说的太对了 我经常说我自己做的建筑 我追求它是要能说话 或者它是会微笑 或者它有时是会叹息 这是什么建筑 这个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工匠 在造房子的时候用的尺子 这是尺 对 这看着好像差距也不是很大 那上面写的什么呀 它写的是每一根尺子 是和某一根梁柱有关 是写的那根梁柱 应该是在某一个位置 和其他的一个梁柱如何搭接 它是这样一把尺子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在中国的江南 比如说我去过安徽黄山屯西那边 好多原来的古宅子 现在被异地重建 我说你们就记不错吗 他说记不错 所有的上面都带着编号 而且那个位置说 我们一看那个图 一看就知道 这个就是用来做那个的 甚至不需要图 图都不用啊 中国的建筑工匠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建筑师的 它整个的操作方法 和现代的建筑师完全不同 没有建筑师 没有建筑师 那就是盖房子的人 工匠就是建筑师 它实际上是大的意思 是文人拿 具体做是工匠做 它是把建筑师这个角色 拆成两个角色 共同配合 像这样一个三开间 五步近身的房子 大概用竹子会画 两百根尺子 不需要图纸 边做边画 这个图 这个尺子是边做边画的 这个我就在说 其实这个创造 我们讲中国文化 尽管现在城市也好 建筑也好 破坏的比较多 有的时候大家都很悲观 我不悲观 就像我看到这堵墙 这就是工匠 随便切了一堵墙 这些东西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看如此之美 这就是一个建筑 在施工的时候的 一堵临时围墙 谁会花这个心思 在这堵临时围墙上 来做这件事情 把砖抠下来几块 形成这样一种残缺的美感 我当时一看 我就说这就是大师 我不知道这个大师是谁 他的名字是什么 都不知道 但这是大师 我又一次看见了 他就影响了我 所以我经常是受 这些东西影响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几位 来自外国的朋友们 在你们的国家里面 你们有自己的传统建筑 也有现代的建筑 跟我们说说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建筑 就是有一种艺术感 给很美丽的 心里很安静的那种的感觉 如果融合 不同国家的特色的话 就可以更漂亮 我最喜欢的是矛盾的建筑 比如说香港这个中英大厦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现代建筑 因为它非常矛盾 这个形状呢 这叫 像一把刀 它是很多菱形拼在一起 这个菱形是在风水里面 最不吉祥的一个形状 因为它跟圆圈是相反的 圆圈是好的 它是永久的意思 零形呢 它是说马上就完蛋了 这个意思 它像刀一样 还有呢 像上面这个两个电线 把它显得像那个螳螂 这个螳螂在风水里面 也是不吉祥的 所以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建筑呢 因为晚上的时候 它亮的灯 看着很帅 所以我就喜欢它的这个冲突 这个矛盾 好的 谢谢 谢谢安人良 玛丽亚呢 玛丽亚喜欢什么样的建筑 传统的现代 我喜欢特别老的 枯老的感觉 比如说我看 这个看看 我看看 看看老师的您部的 哇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我看一个高高楼呢 没有意思 我看的高楼挺多的 但是看一个特别古老的房子 我那么年轻的 老 一千 一百岁 两百岁的时候 我们的老人 他们改的房子 我们现在年轻的人 能看这样子的房子 而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一般喜欢 特别老的感觉 北京的像中国的古老的房子 你喜欢 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一般喜欢 有时候我说我要拍MTV 我要用这个古老的 因为我特别 传统的古老的女孩 你不愿意在现代的建筑里 我觉得是挺时尚的 但是建在重心里面 我们古老的 我们老的 我们爸爸的 爸爸的爸爸的时候 他们改的房子 现在的不一样 但是你看我们的 爸爸的改的房子的时候 以前的你可以住的 特别放松 特别安全 但是现在那么高高楼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安全 不安全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不赞成造这么高的楼 其实很多地方造高楼 无非是一种 某种象征 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地标世界 所谓的地标 它不是必要 有的地方它就是必要 你比如说在香港 那么多的人 那么少的地 糟糕了 那是它需要 香港那个地方 因为它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那么大块地 而且香港 有一点 我觉得他们是挺好的 他们到现在为止 这些建筑所占的范围 只占到香港的土地 百分之二十几 也就是说 还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还没有用 我们相比之下 我们的深圳 跟香港一样大的一块地 我们已经用完了 也就是说 深圳已经完全没有再发展的空间 香港还有 所以在那样的弹丸之地 造高楼 那是一种选择 但翻过来 比如说在我们的杭州 我就让我的研究生 做过这样的研究 如果说建筑有一个适当的密度 跟环境的融合 平均造八层 这个城市一栋高楼 都是不需要的 那这是 它就是说明 造高楼 只不过是大家觉得 那是现代化的象征 造高楼很帅 很流行 就是这种感觉 完了之后 它同时又向商业广告 来拨眼球 诸如此类的这种方式 来造这些高楼 它完全不是必要的 而且高楼最大的问题 造成交通的问题 因为只要一造高楼 它很小的地方很多人 就一直交通的具体 它制造交通的问题 是高楼来制造 完了高楼 它的能量的运行 包括电力系统 各方面的支持 都需要来支持它 所以它不仅是造完了就完了 它们还要维护 在用的时候 它要运转 它整个的这种能源的骄傲 非常地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 现代的建筑好吗 这是哪 国家大机院 好 下一张图 这是哪知道吗 肯定是南方 肯定是江南 是一座现代的建筑吗 应该是根据传统来 设计的现代建筑 那我来告诉大家 这栋建筑 也是王树先生的作品 这是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 这是学生宿舍吗 学生的一个实验大楼 实验大楼 对 比如像这样的一个建筑 你走进去会发现 它在外面的这个 走的这个路线高低起伏 其实这张照片 没有办法表达的是 它对面是一座山 人在这样高低起伏走的时候 它是在看对面那座山 所以就像是园林一样 但这个是只用一根廊 就把一个园林的意思 给表达出来了 它并没有用 中国传统园林的意思做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它又是一个现代建筑 它是做实验的楼 所以这栋楼 如果你现场去看 它所有的走廊都不是平的 它是坡 一会儿高 就是它中间的这个建筑的走廊 是坡的 这个坡的走廊 你可以运一堆做实验的材料 从一楼一直运到三楼 连续的运上去 不需要电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把对传统的感觉 和现代的实际的使用的需要 一定要找到它的结合点 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您设计这个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在设计学生宿舍的时候 我们曾经看过一张照片 大致也是这样 不规则的图形 窗子 那么有的女生宿舍 她的这个窗子 正好在墙上的一个角落里 她正好摊上这个房间了 她就在上四分之一处 那么就感觉 好像房间里有一些案 貌似在做监狱 然后有的房子 它正好这个窗 在下四分之一处 房间里晾的衣服 好像又不太容易干 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怎么讲 如果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设计 成所谓非常合理的状态 规则的一个大窗 但是没意思 对吧 人的生活除了合理之外 我们还需要有意思 对吧 比如说我们谈恋爱 只要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几乎都不合理 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在发生 最后你恋爱了 所以我经常拿我的设计 和谈恋爱和爱情来做比较 什么是爱情 你经常看似你脑子是有点 不理性的状态 但是你仍然知道该怎么做 你会一步步做 最后你找到你的爱人 结婚了等等等等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经常说 我的设计里想表达一种意思 就让大家能够理解到 什么是生活 生活就是说 我们认为不可能碰到的那些事情 他们都会在某一个时刻 莫名其妙的 他们就会碰在一起 这就是生活 这个就是象山校区吧 对 这是其中的一栋楼前 这就是所谓的风洞设计是吗 这个 其实这个洞 确实它对这个风有影响 或者说大家能体会到风 但实际上这个洞 我当时做的时候 是从中国园林里来的 每一个洞都能找到 它在某一个园林的 某一个甲山上的位置 它就像是一个课本 可以用来考学生 对中国园林了解的深浅 就是说这个风洞的形状 实际上是假山 对 是假山的 比如我们正对着 我站在那儿 那儿有个洞 对吧 这个洞就是这个 环秀山庄 著名工匠 葛玉良堆在假山上的一个洞 如果是一个好学生 他立刻就会说 我知道 这个是苏州 环秀山庄 名墨工匠 葛玉良堆在假山 上面的一个洞 那这是好学生 这要是 我就要这么说 我就准备这么说 我一看就知道 你看出来了 环秀山庄 你了不得你 我瞎说的 这还瞎说呢 我觉得现在的房子 就是比较合设 机器人具 我经常在国外的时候 我最不喜欢的经验 是走进一个 在国的现代的街 这个建筑是全空调具体 我们知道 你们昌悉的 我是能够来 所以就这个 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度 我们的建筑也有差异 对于这些差异 您如何来看 我特别有兴趣 对这些差异 因为我们都觉得 比如说中国文化 比如说和印度文化 是不是很不同 和非洲文化很不同 和欧洲文化很不同 其实没有 不同文化之间 相同的东西很多 但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这一点点不同 造成了很多东西很不同 我们可以简单的 这样来说 所以我对 到底什么地方不同 这件事情 我就特别的有兴趣 中外文化的 这个建筑的相同之处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相同之处 比如说我 为什么说我做的那个建筑 大家说 有人说它有点像意大利的 其实它不是 我更主要的是 从我们的灰州的民居 就是宛南这一带来的 而宛南的建筑 在中国传统建筑里 特别像意大利的 以实体的墙体 高大 有尊严 它的正立面 都是非常的端正 那不是普通的农民住宅 你去看那个宛南的 那个乡镇的那个房子 每一个房子 都是那样端正的 有点像意大利 文艺复兴的大宅的做法 而且密度很高 像罗马城 非常拥挤的在一起 是用一种实体的感觉做的 这种感觉的话 我经常说 我说宛南就是意大利 中国的罗马 如果我们要找 可以和西方建筑的比较 你可以发现在某一个时候 它会互相融通的 我记得我去年 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旅行 我就在西安娜的一个街角 看到一个文艺复兴的亭子 我一看 我说 哇 它是个中国亭子 因为跟中国的亭子太像了 它也是抖拱飞檐的吗 不是抖拱飞檐 但远看很像 进去看 它的结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底下还是木结构 上面是意大利的大碗 但是你远远的看 非常的想象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 这里面这种文明之间 我们很难说 他们也许在一千年 或者一千五百年前 曾经有过平凡的交流 否则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互相 也可能没有 也可能是各自徒生徒长 但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完全可能 因为人类的心智 彼此之间是非常的接近 那这是相同的例子 差异的例子呢 差异的例子 比如说最简单 中国人喜欢自然 我们喜欢空气 所以我们的建筑里面 大量的需要新鲜的空气 我们要开门开窗 我们室内要有院子 我们甚至喜欢很多的植物 在院子当中出现 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惯 你外国人做的建筑 经常会忘记空气 这个房子是封闭的 尤其现在有了空调之后 更是完全封闭的 我经常在国外的时候 我最不喜欢的经验 是走进一个外国的 现代的建筑 这个建筑是全空调系统的 网络就在里面 长期的我不能出来 因为开会什么的 最后我就缺氧 我难受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整个的生活习惯 是不一样的 现在中国设计师 别说是房子的设计师 但是说家庭装修的设计师 多多少少都开始讲究一点风水了 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风水因为它有一个背景 这个东西 最简单的说 至少有两层东西 一层是指的建筑 或者是一群建筑 一个村子 一个城市 如何来适应自然 这是一层 第二层是心理方面的 就是它翻过来 对人产生很多约束 告诉你 怎么样做 你是幸运的 怎么样做 你会倒霉的 之类的 这样的描述 现在很难说 尤其在中国的城市当中 大的自然结构 基本上都被破坏掉了 在这个自然结构 被破坏的情况下 再去讨论 整个城市和自然的这种关联 已经非常的困难 这部分的讨论 已经很少见了 那么这一套东西 现在比较流行 这里面也还有很多 实际上带有一定的 迷信的色彩 您自己在设计房子的时候 讲究风水吗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 去那么讲究风水 但是我对 比如说山在哪里 水在哪里 风从哪里来 完了之后 风速快慢 对人的身体的影响 人的心理的感受 这些东西我都是在意的 但是我没有像风水师 拿着罗板这样子 这不是我做的工作 刚才看到的 那个象山校区的 那个风洞 那个都是您充分考虑到 当地的风向和风速 对 设计而成 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 尤其是这个季节 天气非常的热 站在那个篮子里 就有像丝绸一般的 微风吹过 感觉很好 来 我们在听听现场 来自国外的几位嘉宾 听到这里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现在的房子 就是比较合适 机器人住 机器人 是比较合适 里面房子 用的电 什么什么 都是感觉就是 里面住的一个 机器人一种 那种的感觉 前几天我就出了 那个排戏 排戏的时候 我们出了 很多村子里面 我们住的一个 是四合园 我觉得四合园的 那个环境 空气是很新鲜 就感觉非常好 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出了 很古老的 就是很老的那种的房子 有了一种都秃的味道 有一种的 家人 有家人的一种感觉 对 其实农村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 它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它整个的生活 跟自然的那种 舒服的关系 较低的生活成本 非常好的心情等等 其实它对人的一个 基本意识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传统中国人的观念 从来不认为 城市是最好的 到城市里 暂时换一圈 干点事情 乡村是你将来 总远都要回去的 好 谢谢 谢谢王志军 谢谢您做客 今天的文明之旅 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 关于建筑的故事 那最后呢 我们也请王树先生 到这个讲台前来 有请 王老师你好 我很好奇 像您这样 就是想法很有趣 独特的世界的 这样一个顶尖的设计师 建筑师 如果要为您的另一半 就是设计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你会去怎么做 然后又将会是 一个怎样的建筑 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装修啊 那时候分了一个房子 只有六十个平方米 两室一厅的 那么我就做了一个改造 我称之为把它 做成了一个小园林 其实我干了一个什么事 两室一厅 最后变成了一室一厅 或者叫做有厅无始 全部是厅的这样一个空间 其实主要是为了 更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甚至在阳台上 设计了一个像是亭子 又不像亭子的空间 是我和我太太喝茶的地方 整个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 六十平米啊 六十平米 完了我可以在中间 从这头上那头 我称之为叫十二米的散步 就是只有六十平米 我从这边过去 十二米我可以散步 从这边过来 十二米可以散步 特别大 完了在不同的季节 我跟我太太用一个软垫 我们换着地方睡觉 不同的关家 它是一种小小的抵抗 或者小小的修正 对那种强制性的 两室一厅 对人的生活行为的规定 我不高兴 我不满意 我想要自己的感觉 这就是我所能够做的 至于说你刚才说的 那是遥远的梦想 几乎不可能实现 谢谢 我的问题说是 做一个专专的设计师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感觉以后 像年轻的人 你要传给他们吗 我一直也在想 因为这个不是说 靠我们现在的 大学的这种教法 就可以传递的 所以在我这边的学生 刚才也有同学在问我 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教育 不是简单的 靠很短的时间 可以传递的 所以我现在我的学生 很多学生还在 农村在做调研 暑假了 他们没有休息 到下去 两周三周 甚至一个月的调研 大量的 我就需要他们的时间 要在那个真实的 传统的那个建筑 乡村当中去体会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去看 不长时间的体会 你是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 就感觉不是一个书 说我读了一遍 就知道了 不是的 他需要长期的体会 我有时候也会把我的学生 直接扔到我正在建造的建筑的施工现场 叫他跟县长做记录 他一定要非常脏 非常累的状态下 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之后 他才会有体会 有了这些基本的意识之后 才可以开始做一些入门的教导 在教授知识之前 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真正的经验 好的 谢谢 谢谢王树先生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 建筑是坚硬的 也是冰冷的 是死的 但是今天听了王树先生的解读 我们发现实际上每一座建筑 在设计师设计它的时候 都是赋予它灵魂的 那么从明天开始 从自己住的房子开始 从自己办公的环境开始 您试着来读一读建筑的哲学吧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再见 会被如此重视 家庭养到你二十岁 你能为家庭做事情 他不知道 浑然不知 所以这个成年里呢 就是说点醒迷入 新华大学教授彭林 李仪之邦说理之成年里 文明之旅近期播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